大家好啊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这些明星啊 做虚假广告 这个帮助那些坑蒙拐骗的企业啊 假冒伪劣的企业 坑害消费者啊 你看 这是谁 这是张子怡 张子怡啊 张子怡啊 他说他家的宝宝 只喝飞鹤牌奶粉 你猜猜 他家的孩子在美国 他会不会回到中国 专门给他家孩子买飞鹤奶粉 这当然不可能了 反正他把钱赚到了 你老百姓是吧 你吃的这奶粉合格不合格 这身体是否有害 他可不管你 前些年有安徽府洋的 喝了那个坏奶粉之后 就大头娃娃 还有河北石家庄的三鹿奶粉 我们看看都有谁给三鹿奶粉做过广告 邓杰 看见了吗 他老公叫什么来着 张国立 张国立的老婆邓杰 三鹿做广告 还有谁 泥瓶 泥瓶 泥瓶给三鹿的饮料 叫三鹿杏仁多 做广告 当然成龙 是吧 还有那个万里大造林的时候 还有那个达芬奇家具的时候 做广告的 那个杨兰 是吧 很多 其实像这一种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例子 很多的 举不胜数 你就好比是头两年那个林丹吧 就是奥运冠军 就专门打饼袍球的那个林丹 还有他老婆谢信芳 他们代言金龙鱼 一笔一笔一条合油 说金龙鱼是冠军家庭的选择 那事实上这也是在瞎说 为什么 因为金龙鱼 它无论是什么品牌的油 它的原料都是转基因的 但是呢 国家运动员是明令 禁止使用转基因食品的 所以说林丹跟谢信芳 他们不可能吃得到这种转基因的东西 但是他们给金龙鱼代言 说是冠军家庭的选择 这个说难听点 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未来钱说鬼话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还有像成龙等等 没错 这个国家体委有规定 运动员不允许吃转基因的油 但是他给金龙鱼做广告 金龙鱼是非转基因的 吃是转基因的啊 运动员是不让他们吃转基因的油 我是做这个的 我知道 包括林丹好像 还传出来 绯闻吧 都被人拍到了 在一个宾馆跟一个女孩开房 连那个亲热的镜头都被人拍到了 他们就是为了钱 这些明星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好吧 就聊这一小段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